各位亲爱的 主所爱的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主 我们都能够把握住机会 不管是我们能够来到 神的圣所里面 或者是透过网络 能够来线上聚会 我们都能够看重我们身为神 而你尊贵的身份 能够来亲近神 愿神继续生恩 是福给大家 我们先照着教会的进度 先来读经 我们先翻到 箴言的第六章 箴言第六章 二十节到三十五节 箴言第六章的 二十节到三十五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 二十节备开始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要藏在 挂在你向上 请走 他必赢 你躺 他必保守你 你睡醒 他必赢 你会借你十个 法则是光 讯悔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能保守你远离恶父 远离外离惨媚的舌头 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 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 因为既你能使人只剩一块饼 淫妇掠起人宝座的身体 人若白吹 衣服岂能不烧呢 人若在火烫上 草岂能不烫呢 清净灵舍之期的 也是如此 凡哀尽他的 不眠受法 贼因饥饿 偷窃冲击 人不藐视他 若被找着 他必偿还七倍 必将家中所有的 尽都偿还 与妇人行影的 必是无知 行这事的 必上掉生命 他必受孙子 必被救 他的修持不得屠女 因为人的嫉妒 成了地路 报仇的时候 绝不留情 为何 苏价他都不顾 你虽送许多礼物 他也不肯甘休 阿们 那我们读今就到这里 那下午传道要透过圣经 来跟大家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学习 当竭力追求灵修生活 当竭力追求灵修生活 我们先来看 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十二节 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 十二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阿们 那这一段是保罗 他自己在告诉他自己 那我们知道保罗 他在传福音的世上 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传道人 他也经历了很多的逼迫 很多的苦难 甚至呢 连生命都受到威胁了 可以说保罗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传道人 是不简单的一个人 但是这样这么伟大 这么忠心 不简单的人 他仍然呢 来提醒自己 告诉自己 他说啊 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不是说我已经足够了 我可以了 他不是这么认为 他反而提醒自己 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 要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努力 再来追求 或者呢 因着我这样的一个 努力追求不断 可以来继续领受 耶稣基督要给我的奖赏 所以对保罗来说啊 在他的整个服事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都是存着 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在下午的一个聚会 传道就要透过呢 在就业里面 有谈到一个国网 我们透过这个国网的一个 他事迹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做互相的学习 我们来看到历代自下 历代自下的十四章 历代自下十四章 我们下午要来分享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地方做一些记录 因为我们会常常来看这三章 那在这里谈到一个国网 叫做亚撒王 这亚撒王呢 他是南朝犹大国的第三代国网 他也是呢 在南朝第一位呢 信仰虔诚的一个君王 信仰虔诚的君王 所以他在做亡这个期间啊 总共有四十一年之久 那他在做亡的当中 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半段跟呢 后半段 我们透过他的一个事迹 在信仰上 我们有要追求的 来效法的 那在信仰上 也有呢 作为我们警惕的 我们先来谈到 在前半段 这位亚撒王 他有什么值得 我们来效法 来学习的呢 我们看到 历代之下的十四章 第一节这里谈到 亚比亚与他列祖同岁 站在大卫城里 他的儿子亚撒 皆是他作王 亚撒年间 国中太平十年 亚撒行耶和华 他神眼中 看为善 为正的事 除掉外邦神的坛 亚丘坛 打碎筑像 砍下木偶 再看到第五节 又在犹大各成义 除掉丘坛 亚日相 那时 国享太平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来效法的就是 这个国王啊 他是一个积极 除掉偶像的国王 他很积极 在这个全国当中 就要来宣布 所以这边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能够啊 用这样的方式 来带领 他的这个国家 所以刚刚 传道谈到说呢 他是第一位 在南朝第一位 很虔诚的一个君王 为什么这个国王 他会这样子来带领呢 在过去 一个国王要能够登基 他要将这个呢 律法书 还要再超路过一遍 我们先来看 这一段的记载 《生命纪》的十七章 《生命纪》十七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 《生命纪》十七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 十八节 他登了国位 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 这律法书 为自己超路一本 存在他那里 要平身诵读 好学习 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 和这些律法 免得他向弟兄 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 离了这界命 这样他和他的子孙 便可在以色列中 在国位上 年长日久 所以一个国王 当他要登基的时候呢 他要将这律法书 超路一遍 所以他把律法书超路 他也能够看到 过去的历史 从大卫王 索罗蒙王 他们能够呢 这样子来 经代理 这一个国家 能够让国家呢 在信仰上 慢慢的被建立 相信 这个国王 他都能够来超路 都能够来记者 所以当然 反过来来想 那为什么 本来以色列国 变成了两个国 北朝跟南朝 也就是因为呢 行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情 才会有这样一个分裂 所以在这一个呢 亚扫王年间啊 他能够来再一次 来宣告 要积极的呢 除掉这些偶像 重新建立与神良好的关系 来恢复呢 神而你一个尊贵的身份 所以他能够将心中的污秽 要能够除掉 就像在耶利米苏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 耶利米苏第四章 耶利米苏的第四章 第四章第一节 这边就谈到 第一节说 耶和华说 以色列啊 你若回来归向我 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真的偶像 你就不被牵你 第三节 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 如此说 要开垦你们的荒地 不要撒种在荆棘中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当自行隔离 鬼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恐怕我的愤怒 因你们的恶行发作 如果烧其 甚至无人能以熄灭 所以这边谈到 当我们能够呢 除掉这心中的污秽 能够回来归向神 我就不会把你们牵你 所以这个亚扫王 他能够呢 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 所以在他 偶像全部要去除掉 那或许我们会谈到说 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 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家中早就没有这些偶像 但是这里谈到的是呢 我们心中的这些偶像 每一个人清理的这些 会影响人跟神之间的 这些人事物 就是那心中的这个偶像 所以每一个人心中的偶像 也都不一样 有的呢 他可能贪爱世界 他可能呢 会追求世界的潮流 甚至他的观念会被世俗化 有的就是呢 对主不忠心 在圣经里面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呢 神跟教会一样一个关系 他用夫妻的关系呢 来做一个比喻 所以夫妻之间呢 我们都是要能够 要能够对彼此忠心 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不忠心 就好像呢 我们在信仰的这个部分 也是呢 对着主不忠心 所以影响我们亲近神的人 事物就是呢 我们心中的偶像 我们来看 费利比书第三章 费利比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十九节 费利比书第三章十九节 他们的结局就是纯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度父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这边谈到 现在的人啊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度父 就是呢 有贪欲之父 让自己看重这些 这些生活欲望啊 那有的呢 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过去我们都会谈到呢 家丑不可外养 很多呢 自己家里面的事情 我们知道就好 但是现在啊 都透过网络 不管是FV IG LINE 都能够呢 把这个不好的事情 泼在外面 好像说 哎呀 这个有什么 有什么好遮羞的 我想要 我高兴怎么做 这样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有很多这些 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 过去我们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把这些羞耻的事都能 要把它 不要让人家知道就好了 赶快处理就好了 可是现在啊 都不一样 把这些羞耻的事呢 都当作是呢 荣耀自己 那也有的呢 就是呢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没有呢 想到天上的事 没有想到这个信仰层面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边谈到 他们的结局 就是存人 所以这一切 其实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几十年当中啊 很多这些呢 世界的潮流 这些观念 甚至呢 我们所面对的这些 不管是这个 在婚姻上这件事情 或是两性上这件事情呢 都会大大的冲击到 我们的教会跟信仰 可是这些呢 都已经慢慢地呢 进到教会 甚至呢 进到呢 我们的心里面啊 所以这个就是呢 会影响我们 亲近神的 其中之一的原因 所以这个国王啊 亚撒王 他知道 我要把这个国家建立得好 建立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呢 把这些污秽的东西 这些偶像 全部呢 都把它呢 除掉 我们再翻回来看 这个历代之下 历代之下 十四章 我们看到第三节 刚刚所谈到的 就除掉外邦神的坛 和秋坛 打碎筑像 砍下木偶 然后第五节又说 他在犹大各成里 除掉秋坛 和日向 那时候呢 国祥太平 当他把这些 会影响人 敬拜神的这件事情 除掉之后 国祥太平 国祥太平 所以这个国王 真的是不简单 不容易 他知道呢 国家会这样子呢 慢慢的就 受到影响 或者是信仰上呢 慢慢的呢 离去的神 他能够抓住 这样一个重点 他就来宣布 我们要把 这个国中 所有的这些偶像呢 都要除掉 都要除掉 那第二个 他有什么 我们值得来 效法学习的呢 就是 他是专心依靠神的 一个国王 专心依靠神 那我们再来看 第十四章 历代之下 十四章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第四节 第四节 吩咐 由大人 寻求 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遵行 他的律法 诀明 在这里 我们看到 国王呢 当他宣布 说要除掉 这些国中 所有的这些偶像之后呢 他就要宣布 要来寻求神 所以在第四节 就告诉所有的 所有的人 要懂得来寻求神 而且要来 遵行神的律法 跟诫命 当我们 除掉了心中的偶像 我们就是 捷径的人啊 我们要来 开始遵行神的 这些教训 跟神的一个教导 所以这个国王啊 他就开始来 带领着他们 所以百姓 要开始来寻求神 要来遵行 他的律法 跟他的诫命 可是当国王 这样子一个宣布的时候 其实这个考验就来了 他们的功课 他们的操练就来了 他们遇到 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呢 我们继续来看十四章 第九节 第九节 由古时王谢拉率领军兵 一百万 战车三百辆 出来攻击犹大人 到了玛丽莎 第十节 于是亚撒出去 与他迎敌 就在玛丽莎的洗法谷 彼此摆正 十一节 亚撒夫求耶和华 他的神说 耶和华 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 胜过强盛的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 奉你的名 来攻击这大军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容忍胜过你 十二节 于是耶和华 使古时人 败在亚撒 喊由大人面前 古时人就逃跑了 阿们 刚刚我们谈到 这个国王啊 他就说 我们要开始来寻求神 他们已经立下决心了 要来寻求神 来遵循神 一切的律律典章 结果呢 这个操练就来 那或许神就说 好吧 那我就来看看 你是真心的 要来寻求我吗 那我就呢 让你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操练 看你会不会照着 你刚刚所讲的 真的会来遵行我的诫命 跟这些律法吗 所以他们遇到了征战 这个征战啊 对他们来说啊 真的是没有办法 靠着他们自己的力量 去战胜 我们先来看第八节 第八节 我们看到亚撒的一个军兵啊 出自犹大拿盾牌 拿枪的三十万人 出自殡亚民 拿盾牌 拉公的二十八万人 这都是大能的勇士 所以加起来是 五十八万的大能的勇士 那但是呢 他们的这一个对手 头底呢 却是有一百万 一百万人 而且呢 有三百辆的战车 光这个数目啊 就非常的悬殊啊 所以难怪 这一个呢 亚撒王 在十一节之后的一个祷告 他说天上的神 只有你呢 能够帮助软弱的 胜过强壮的 强胜的 所以连国王也知道 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 靠着他们的力量 没有办法来胜过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能软弱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一个人 他重新开始 想要能够来立志 不管是在灵修上立志 灵修有很多 很多种 或许呢 我们这个经过了 这个灵恩不道会 经过了这个呢 这个讲习训练 我们听到了很丰盛的这些道理 也感动了我们 能够呢 让我们呢 能够去说 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改变自己的生命 我要立志 我每一天 我要祷告 每一天 我要读圣经 当下我们都有这种感动 好像圣灵在感动着我们 所以我们给我们自己 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往往我们都带着肉体 有很多的不足 跟缺乏 所以或许在一个礼拜当中 我们真的照着我们自己的 当初的一个立志 真的有这样子 过着我们的灵修生活 可是呢 当开始忙碌了 当事情多了 或者是呢 一些杂物开始多了 同学朋友有的邀约 你之前定的这些灵修生活 可能就会慢慢的打折扣 或许呢 时间就减少了 次数也减少了 到后面呢 又回到过去的生活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亚撒王 亚撒王 他也是能够呢 在全国就告诉他们 我们要来寻求神 要来呢 遵循神的一个 诫命跟律例典章 神给他们操练 给他们空客 他是国王 他以身作者 他呢 来带领的这些军队 然后呢 跪在神的面前 来呼求神 求天上的神 能够呢 来帮助他们 那我们继续来看到 在二十节 十二节 十四章的十二节 因着国王 他以身作者 带领的这些百姓 跪在神的面前 十二节这边就谈到 于是呢 耶和华使古诗人 败在亚撒 和犹大人面前 古诗人就逃跑了 所以当我们呢 能够坚定的来 依靠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呢 打胜仗 我们就能够呢 得胜 我们现在 所面对的这些苦难 跟操练 我们看到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以赛亚书的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 在第三节 第四节这里谈到 二十六章 第三节 坚心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依靠你 第四节 你们当依靠 耶和华 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 永久的磐石 这边谈到 一个呢 坚固 坚定的信心 来依靠天上的神 神会保守他十分的平安 十分就是完全的 不是说一分两分 或七分八分 不是 是呢 完全全部都 让你能够平安 能够平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亚撒王 他就是这样子呢 来带领 以身作者 带领这些百姓 带领着国家 能够呢 跪在神的面前 来寻求神 来寻求神 所以不管我们处在 多么恶劣的环境 只要我们一心来寻求神呢 神也必定会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 菲利比书第四章 菲利比书第四章 第六节到第七节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六节到七节 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 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第七节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这边谈到 应当一无挂虑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 将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难处 困难 操练 都告诉神 第七节就说 神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意外的平安 就是超乎想象的 超乎想象的 有时候我们遇到了困难 不管是在工作上 或者是在肉体上 还是心灵上 遇到了这些困难或疾病 所以我们向主耶稣天上的神祷告 神啊 求你能够帮助我 目前遇到了这些困难 有时候神的帮助啊 祂除了帮助 让我们胜过目前遇到的困难 祂的安排 也会让我们觉得 真的是超乎意料之外 怎么会神给我的恩典 不是我所想象的 怎么都那么平顺 所以有很多的 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 回过头过去看 在这个祷告的事上 他们会发现啊 神天上的耶稣基督 真的 祂赏识给我们的 真的是意外的平安 会超乎我们想象的 我们向祂求只有一个 但是祂赏识给我们的 是完全的 是很丰盛很丰富的 所以当一个人 开始立志 要能够呢 来改变自己的时候 有时候功课 操练就来了 这个就是呢 来看看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呢 来坚定 我们对主的一个信心 我们再翻回来看 历代之下 第十五章 历代之下十五章 十五章 我们看到第一节 第一节 神的灵感动 而得的儿子亚撒利亚 他出来迎接亚撒 对他说 亚撒和犹大 必亚民众人啊 要听我说 你们若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若寻求他 就必寻见 你们若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 第八节 亚撒听见这话 和儿的儿子先知 亚撒利亚的预言 就撞起胆来 在犹大 并亚民全地 并以法连三地 所躲的各城 将可真之物 尽都除掉 又在 亚和华的廊前 重新修主 亚和华的坛 那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要谈到的 就是第三点 重视修殿 跟献祭 在十一节到十二节 这边都谈到 这个献祭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国王听到 这一个先知所讲的话 他就撞起胆来 第八节 撞起胆来 然后就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把我们国中的 这些所有的偶像 全部除掉 然后我们 这个也能够来寻求神 要照着神的一个命令 典章 那现在 我们就是要开始 要有服事的这一个 工作 就是要来 重修这些 这些 重视这些修殿 跟献祭 要开始做着 服事的生活 所以这边谈到 这边谈到 修殿 就等于谈到 要追求灵修的生活 就是要服事 那这个 这个殿要 要修组完毕 他们呢 就可以呢 在这个地方 来做这个 服事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里 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能够来 过着 灵修的生活 看重我们 灵修的生活 我们来看到 这一个 提摩泰前书 第四章 提摩泰前书 第四章 看到第八节 提摩泰前书 第四章 第八节 操练身体 益促还少 唯独近前 凡事都有益促 应有今生 和来生的应许 第七节 只是要弃节 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父 荒谬的话 在尽全上 操练自己 这边谈到 在尽全上 要来操练自己 那在信仰的部分 我们要来操练自己 要能够呢 来让自己 在神的一个话语当中 不断的呢 进步 不断的前进 所以在这个呢 信仰上 我们要来操练我们自己 也要过着呢 服侍的生活 那 有 有一个 有一位负责人 主耶稣也很爱他 就用这个方式呢 来提醒他 有一次呢 他就做梦 他就梦到啊 哎呀 这个主耶稣来到了 这个会堂里面 然后呢 就敲钟 哦 譬如说这样了 哦 哦 我不是叫你们起来 是大家都有醒着 就开始敲钟 来来来 大家来排队 啊 因为他用他 知道的 这样的画面呢 来提醒他 哦 那 因为他是 做工的 所以呢 工作完毕 都要去领工钱嘛 哦 就这样的画面 来提醒他 好 来来 所有的人呢 都排队来领自己的奖赏 所以呢 所有的 这些弟兄姐妹 所有的这些 负责人掌职 都呢 得到自己的奖赏 结果当他 来到前面的时候 哎 他得不到奖赏 他是负责人 他就很纳闷 弟兄姐妹都得到了 我的同工也得到了 我怎么没有 哎 你看一下 是不是 没有看清楚 哦 然后就看一看 哎 不好意思 真的没有你的名字 哎 他就很纳闷 怎么会这样 明明我也是在做工呢 我怎么没有得到 我该得到的奖赏 啊 原来啊 这个负责人啊 他真的也有在做工 但是呢 做得不完全 主耶稣 透过这个方式呢 来提醒他 你是负责人 你应该更积极的在教会当中服侍 你家里住那么近 结果呢 这个来教会的时候 你都迟到 或者是呢 你也没有好好的聚会 东忙西忙 就像我们讲的虾忙 不知道在忙什么 所以呢 你得不到 你应该得到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啊 他就呢 更认真 更勤劳 更负责 提早到教会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看还有什么需要协助的 那最后一个才离开教会 我们负责人几乎都是这样子 他们把自己的 就是赋予给他们的一个责任 都能够做得很好 所以这一位弟兄啊 他被提醒了 所以他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改变 所以同样的 我们也是要在信仰上 我们要来操练自己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谈到说 要能够竭力 要不断的 要来努力 来看重我们的一个灵修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历代字下的十五章 十五章的十一节之后 历代字下十五章十一节 当日他们从所取的物中 将牛七百只 羊七千只献给耶和华 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的来 寻求耶和华 他们列主的神 凡不寻求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 无论大小男女 必备致死 那以下省列 那这边我们要谈到的 就是说 他们开始做献祭的工作 那在旧约时代谈到的献祭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祷告生活 刚刚我们谈到说 他把这个呢 这一个呢 把这个狼 这个狼 来修店 把这个该整理的 都整理好了 修处这些神的谈 他们要开始做服事 服事当中 就要开始做献祭 所以当我们 开始做灵修的生活 当然当中就是 有这个祷告的生活 所以这边就谈到呢 他们就开始来做 这些献祭的工作 所以灵修的生活呢 很重要就是要有 祷告的生活 所以我们会谈到说 这个祷告就是呢 我们好像是我们 属灵生命的一个呼吸 如果我们不懂得祷告 我们忽略了祷告 我们的灵命 就好像自喜一样了 那有一间教会 那在这个过去 早期的时候 有两位传道人 刚好到这个地方 来许牧的时候 发现 把这个门 教会的门打开了 哇 里面怎么那么脏乱 还有呢 这些动物在里面 那不管是这一个鸡啦 小狗啦 甚至还有牛在里面 哇 两个传道人看到 都傻眼 神的殿 怎么会变成这样 神的殿 不是祷告的殿吗 把这些动物都赶出去 然后呢 稍微整理 就在那边祷告 甚至流泪祷告 这边地区的弟兄姐妹 这边在带领的人 到底怎么了 怎么把教会固成这样子 让这些动物来居住 好像是呢 这一个公僚一样 所以边祷告边哭啦 迫切地祷告 就有几个老姐妹听到 教会有祷告的声音 然后就往这个教会的方向 看到传道人在那边 就跟他们打招呼 那传道人就问 为什么教会变成这样 其他的人都去哪里啦 带领你们的人去哪里啦 他说全部都下山了 剩下我们几个老人家 没有人来牧养 没有人来照顾我们 全部的人都下山了 那这两个传道人 就很难过 就其中一个 就跟这个传道比较年轻讲说 你就留在这边 我就继续呢 再去寻慕 在这边呢 祷告带领他们 从那时候啊 教会又开始有祷告的声音 透过传道人 还有这几个老人家 每一天都在教会祷告 所以这些去山下工作的这些人 又慢慢慢慢的呢 又回到教会啦 把这个教会呢 又重新建立起来 所以这一个 他们有做一首诗歌了 就是我们西区的这个花言教会 那边他们又呢 这个江山的灯火不熄灭 江什么如为不折断 所以他透过那一段 来写这个诗歌 提醒他们自己 不可以再回去过 回到过去的生活 我们要有祷告的生活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 当一个人没有祷告的生活 他不知不觉会不知道说 神早就离开他了 就像参孙一样 在诗诗记里面 我们从第十五章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诗记 诗诗记的十五 十四章之后 就一直在谈到呢 这个参孙的这个诗记 那到了十六章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短短的几章当中啊 好像也没有看到呢 参孙他祷告 向神祷告 那有记载的呢 就只有两次 我们看到诗诗记的十五章 十五章的十八节 诗诗记的十五章十八节 十八节 参孙圣觉口渴 就求告耶和华说 你既借仆人的手 施行这大的拯救 其可认我可使 若在未受割离的人手中吗 那因为在十五章 这边是谈到 这个参孙啊 他的这个太太 岳父被杀害了 他就呢 也来做这样的一个报复 让一千个这个非力士人 被他击杀 那到了这个十六十八节 所以他就来向神祷告 因为他口渴 向神祷告 求神呢 能够帮助他 这个是第一个记载 参孙有在祷告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记载 十六章二十八节 十六章二十八节 参孙求告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 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 使我在非力士人身上暴闹 玩我双眼的仇 参孙就抱住脱房的那两根柱子 左手抱一根 右手抱一根 说我情愿与非力士人同时 好一下省略 那这一段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那也是呢 参孙他自己的一个 不谨慎 受到了这一个呢 大力拉的一个引用 把这个得力量的这个秘密 告诉了他 所以他就被他们抓起来 把眼睛都挖掉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他就向天上的神祷告 求神再一次眷恋他 给他力量 他就跟他们同归一尽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的下半段 下半段传道要讲的就是呢 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参孙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也就是说当我们忽略了祷告的生活 神就会慢慢地离开了我们 当我们呢忽略了祷告的生活 我们的圣灵也会离开我们 所以亚撒王他重视修电 献祭的工作 就是他们能够开始呢 来做灵修 开始来做服事